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福气和关禄的运势无法两者兼美 不过财运倒是相当不错 经常受到贵人引荐而使事业能有顺利发展的机会 女性大多具有兴旺夫家的命格 婚后多能有效提升家庭的经济状况 整体大运 年少时的运势比较平常 中年以后运势逐渐好转 能取得财富与名声 但若是过于志得意满 积极于福明富贵的追求 将会使好运由胜转衰 多加留心注意 晚年之时生活丰足无忧 而能享受福运绵长的退休时光 初二日生 心地端正纯洁 与人相处也都亲爱和善 少有争执 虽然身体方面健康无忧 但家族缘分通常较为淡薄 稍有背井离乡富远地成家立业的趋势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运势辛苦 难以从兄弟家庭获得协助与庇佑 而必须仰赖自己独立建设 周年以后运势逐渐开展 无论财富或事业都有开通发展的机会 这一天出生之人 男子多半相貌清秀 女子则具有聪明发达的命格 初三日生 若是已婚者 应注意夫妻间虽然相处和睦 却有无法共同生活到老的问题 子女运薄弱的初三人 略有缺乏子女的现象 因此 平日最好涵养德性 修身修德 以累积自身的福分 改善自我的子女运势 整体大运 早年多磨练 二十岁以后受到仙人的余则 而有获得提拔得好运到的机会 四十岁后运势达到高点 不但事业发展顺利 家庭生活也丰足无忧 而呈现荣华兴盛的景象 初四日生 无论男女 大多好学且才智出众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较不和顺 形势略有脱模波折的感觉 中年以后运势逐渐提升 而能顺利发展事业 广进裁员 唯独必须留心家庭生活的相处 多有是非纷争 若是远行外出发展 则容易获得贵人相助 已婚之人 夫妻感情和顺融洽 家庭圆满无忧 极致晚年 运势已趋平顺 财务状况丰足良好 生活方面也极力安泰 少有烦恼 可以说是快乐富足的命格 初五日生 多半天生聪明伶俐 且自身福禄深厚 虽然家庭关系融洽紧密 兄弟姊妹之间的相处也十分和乐 可惜无任何亲属能够依靠仰赖 使你在很年少的时候便已经步入社会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较为新老 所幸自身才艺丰足 而使学业及事业发展顺利 周年以后运势开始亨通发达 财务收入也日趋稳定 晚年时期生活安稳平顺 少有烦恼 可以说是无匮乏的命格 初六日生 性气广泛而好学 但由于少有专精 而使成就较不显著 个性方面 初六出生的男女大多清闲乐观 家庭运势上没有父兄可以依赖 因此多有白手起家的趋势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发展有限 事业及财富累积都有平静出现 中年之时运势仍旧平反 极致中年晚期才开始运势亨通 为人处事之时应多加注意 长幼尊卑间的分级 与人交往也应保持亲善和睦的态度面对 如此才能获得贵人提拔 而有发达成功的机会 初七日生 性格复杂 心性起伏变化较大 常有临时改变心意的状况发生 整体大运 一生大多 安乐顺心 无论在工作或财务收入都能长保好运 使生活丰足无忧 家庭方面 亲缘关系良好 兄弟姊妹之间的相处融洽和乐 且多能在事业发展上有所成就 此日出生的女子 性格较为保守平淡 但身具福禄 且身体健全 是属于长寿康泰的命格 初八日生 性情伶俐 为人处事圆满顺遂 由于本身具备才能 而能成为辅助自己发展事业的利器 使人生安乐平顺 一切无忧 整体大运 与父母亲缘较淡薄 因此 少年时期很早便离家到异地求学或发展 中年时 运势顺畅发达 渴望在此时成就功名 事业发展上 赴外地工作容易受到贵人的协助 而能顺利取得良机 事事如意亨通 是属于晚年荣华富裕的命格 初九日生 身体健康 性格清明开朗 因而容易受到他人的敬重与爱戴 为人处事方面 应勤俭行善 并多多劝勉及鼓励他人 使德行能够广批邻里朋友 为自己累积福德 整体大运 少年与中年时期的运势较普通 学业及事业的发展虽然没有太突出的表现 却能平顺如意度过 极致晚年运势开始走强 事业及财务收入水涨船高 而自身身后的福禄 也使晚年博得的名声利禄 能够长久保存 而深受众人称道 可以说是慈悲勤勉的命格类型 初十日生 天生为人伶俐 待人忠诚坦白 虽然因为家族缘分比较淡薄 但有早年离开家庭 到异地求学或发展的趋势 所幸个性豪爽慷慨 乐于与人交流 而能获得众多朋友 为自己带来助力与贵人运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来自家族或父兄的保护较少 因此略显辛苦波折 中年之后运势逐渐开拓 极致晚年更为振兴 无论事业或技艺发展 都能顺利且有所成就 是属于晚年安乐的命格 十一日生 聪慧敏锐且意志坚定 处事决策具有过人的决断力 整体大运 少年时期运势开拓较迟 学业或事业表现较不突出 中年之时运势略有走低 此时虽然有意外横财的机会出现 却容易因为缺乏长远妥善的规划 导致好运经常错身而过 这段时间应谨慎小心 三思而行 裁员及事业的谋求与发展 才能顺势而来 晚年之后 运势渐趋平稳顺利 算是属于具有福分 大器晚成的命格 十二日生 为人温良敦厚 个性刻苦耐劳 日常生活起居 简朴踏实 念旧节俭的性情 使十二日出生之人 多半具有收藏储存物品的习惯 对于旧物 也比较舍不得随意丢弃 整体大运 少年时运势较不和顺 形势多有波折 中年之时运势开拓亨通 事业发展顺利 财务收入源源不绝 个人声望与社会地位 也渴望达到顶峰 晚年时期 运势持续走高 并有余力 庇佑子孙 使家族繁荣兴盛 可以说是属于 俘虏风营饱满的命格 十三日生 性情清明耿直 为人处事 遵守道德 因此 极受他人的敬重与爱戴 由于前人福音庇佑 是十三日出生之人 无论男女 一生在钱财与资金的运用上 都没有困顿匮乏的疑惑 此日出生的女性 甚至运主富贵 而能享有 风营无忧的舒适生活 整体大运 贵人运势相当强盛 步入社会以后 经常有机会 获得贵人提拔 而能顺利无阻地 获取成功 无论事业或名声 都渴望在盛年之时 达到顶峰 可以说是属于 金钱运势 十分强盛的命格 十四日生 为人敦厚稳重 个性闲静而不妄动 因此 很容易成为团体中 众人都十分看重的角色 在个人特质方面 这一天出生的男性 多半面貌秀丽脱俗 女性则具备敏锐的天资 与细腻灵巧的心思 整体大运 命中自有贵人帮助的 十四日生男女 少年时期运势普通 学业或事业发展 并没有特别突出之处 若是能够努力奋进 善加利用千金难求的贵人相助 必渴望在中年之时 开拓自我运势 极致晚年时 更可发迹显达 是属于后分的名格 十五日生 个性柔顺 为人温和笃实 已经结婚者 夫妻相处间 多半相互敬重 而能使得责 披及子孙 唯独应注意子孙 若有好争勇斗狠的 不及相克之下 需多加留心管教方式 以免造成行为偏差 损及自我虔诚 整体大运 男性家庭亲缘较为浅薄 因此容易离开故乡 在外地生活发展 女性则命运略显乖喘 与丈夫缘分较浅 而容易发生生离死别的状况 已婚配命格较为硬直的男性 大体说来 是属于平凡如常的命格 以上是前15日的大运详解 后15日 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日日试极详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